我們先看下個重點我們介紹的是三角函數 那我們先看一個重點 我們介紹的是三角函數的定義 三角函數其實總共有六個 分別是什麼東西 分別是這個 sin cos tangent cotangent second 還有 cos 你先把它的符號星記下來 然後呢 sin 後面其實還要加上一個角度 譬如像這個地方 我現在畫一個三角形對不對 然後我先記一下 三角環數一定會跟什麼有關 跟直角三角形有關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先看一下一個地方 我寫上sin 然後這寫上a 意思是以a這個角當成主角 然後找到相關的什麼東西 比例 什麼比例呢 比如sin a 我們先記一下 sin a 的意思其實是 對我們定位的角度是斜邊分支 對邊 好那下問題來 什麼是斜邊什麼是對邊 對這個三角形而言 對這個直角形而言 以a為標準 以a為標準 它的斜邊是誰 當然是ab 對不對 就是那個c 我們先把符號把它定義一下 角c 的對邊都用c 角a 的對邊寫上去小a b 的對邊寫上去小b 好那對這個角a而言 對這個角a而言 c當然是斜邊嘛 那問題來呢 a 的對邊是誰 a 的對邊 就是這個a 所以要decade的斜邊是多少 c分支 a 這樣會啦齁 那cos 也是一樣 如果我寫上去cos a 的話 對 a 而言一樣 它的定義要是什麼 就是斜邊分支 0邊 好那斜邊一樣是誰 c 0邊呢 對 a 而言 a 的0邊 0邊的0指的是旁邊那個邊 那是誰 b 所以就是c分支 b 會啦齁 然後tangion a 是什麼東西 tangion a 是0分支對 是它的定義 0分支對 那對 a 而言 它的0邊是誰 0邊就是b 它的對邊呢 a 所以就b分支 a 會啦齁 好 tangion a second a 跟cos a 好分別是什麼呢 我們寫給你 cotangion a 的話是對分之0 對分之0 second a 的話呢 是0分之斜 然後cos a 的話呢 是對分之斜 那其實這個很好記 為什麼你知道嗎 如果你觀察一下的話 你會發現 tangion 跟 cotangion 兩個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導數 因為這個是0分之對 這是對分之0 所以換句話說 這裡如果是b分之 這邊會變成 變成是a分之1 然後一樣 cos a 跟這個什麼 second a 呢 是導數 所以當然這裡寫c分之b 這邊變成是b分之c 然後以此類推也是一樣 最後一個sin a 跟cos a 也是導數 所以這裡寫c分之c 那其實我教你了 其實你要背前三個就夠了 為什麼 因為後面三個跟前面三個 是導數 所以基本上你要記 sin cos tangent 就好了 甚至於我轉句實在話 0.tangion 你也不用背 因為tangion 其實如果你觀察的話 0分之對其實相當於那個 斜分之0跟0分之對這個相處 有看到嗎 你看這邊嘛 這裡不是有斜分之0嗎 這裡不是斜分之對 你把斜邊拿掉 有沒有這邊的0分之對嗎 有看到了齁 會 所以我們定一定 就定出來了 那這邊呢 我告訴你怎麼記比較快 好 第一個 來 你看一下 我告訴你怎麼記 好 第一個 欸 你有沒有學過那個 英文的潮寫 潮寫我學過 沒學過 沒學過 我要高高 請問你 S的潮寫 S的潮寫 S 這有學過吧 S的潮寫 沒學過 我要高高 那我們來幫你 快速幫你 加強你的那個 來 A B C D的潮寫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這是 X 好 我要你學的是這個啦 S OK 那我首先去記這個S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S來 你這樣記一下畫 畫出可以的 S 你看這邊看這邊 我的S怎麼寫 你知道嗎 這樣寫下來 對不對 我從哪裡出發呢 從C出發 到A結束 所以我背完了 Sine等於C分之A 有看到這個寫法嗎 你寫就是S這樣子 你是從C寫到A 所以就C分之A 就背完了 然後Cosine呢 也很好記 看這裡 Cosine C分之B 有看到嗎 蛤 沒有沒有 我先教你是怎麼背比較快 對啊 可以在寫這S S這樣寫 就是相當小寫的S 然後再來Tangent怎麼寫 Tangent的T怎麼寫 Tangent的T怎麼寫 它的那個 簡寫 那個 超寫的 T是這樣寫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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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 在這邊寫的點寫出發 所以就從C出發 BA 就是B分之A 這樣就背完了 看懂嗎 所以 其實我們的那個講義 你的講義裡面應該也跟我寫 一模一樣的東西才對 因為這是一個幾乎大陸的 通用的 就是有一個人 想要一個這樣方便去寫的方法 當然 最好通常是把它定義背下來 就是 斜分之對 斜分之零 零分之對這樣子 把它寫下去就可以了 OK 這是它定義的部分